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通过神的话语能够分辨属神的和属世界的 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分辨属神的和属魔鬼的 就愿各位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话语得着这分辨力 属神的智慧和能力 尼西米记六章一到十四节 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扇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参巴拉和基扇就打发人来见我 说,请你来 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 说,我现在办理大功 不能下去 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卫风的信 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风声 加师木也说 你和犹大人谋反 修造城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 说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 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 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 地来亚的儿子是玛雅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我看名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 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 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 女先知诺亚迪 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百姓 众志成城 在各样的内忧外患面前 没有抛弃 更加的警醒 非常迅速的来修造这耶路撒冷城墙 马上城墙就要修完了 但是我们看到 敌人的攻击依然没有撤去 我们看今天的,特别今天的经文里面 说城墙都修完了 只是还没有安门散 这个时候 森巴拉一党的人 没有放弃,抛弃来攻击尼西米 他们想要怎么样 害尼西米 也就是说 请他到阿诺平原一个村庄相会 那么这个目的是为了在那里面埋伏 想要杀死尼西米 或者是想要制造某种这样的一个陷阱 来污秽或者陷害尼西米 那么尼西米知道这是他们想要害他 所以尼西米没有去 那么森巴拉一党的人 看到尼西米没有来 他们也没有放弃 你看世杰说什么 四次打发我来见我 然后五节又说什么 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他们不停地来攻击 来邀请尼西米 也就是说 他们不停地想要来陷害尼西米 他们想要把以色列的领袖尼西米除掉 以此完全将这重建的以色列共同体 特别是犹大共同体给破坏掉 但是尼西米却没有上他们的当 当圣巴拉一党的人看到尼西米不听他们的话来 那么第五次来的时候 特别到五六节到九节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又写了一个诡计 说你们修造这个城墙是什么呢 是为了怎么样啊 谋反 想要自己在耶路撒冷干嘛 来做王 做王 尼西米真的受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攻击 和诱惑 里面的 外面的 各样的问题 如果是你 你能承受得了吗 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每天叫苦连天的 工作呀 各样的事情啊 服事啊 都在那里说苦啊苦啊苦啊 说没有人理解啊 说太累了呀 那么尼西米是如何得胜的呢 在九节里面有着秘诀啊 他说什么呀 神啊 求你兼顾我的手 也就是尼西米的祷告 祷告 今天我们太忽略祷告了 尼西米的这样的坚定的心 出自于他对神的祷告 我们看到耶稣也是通过祷告 兼顾自己的心 兼顾自己十字架的路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敬虔 不止停留在灵修上面 让我们也去祷告 做完灵修 读完这个经文 让我们也能够腾出我们的时间 十分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 想要吞吃我们 能够坚定我们 能够不让我们跌倒的 就是祷告 这位弟兄姐妹 今天能够通过祷告 得到这分辨力 通过这祷告 得到天上的能力 我们看到 他来想要做王 说想要造反 来诬陷他 让他停止着最后的功 但是尼西米却没有听从他们的话 也没有陷入到他们的这样的陷害里面 他继续地来修造这个城墙 那么这个时候 森巴拉一党的人又出了一个轨迹 那么这个轨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收买贿赂了米西大别的孙子 蒂莱雅的儿子 斯玛雅 他呢 可能是一个祭师 收买了他 那么有一天 尼西米到了这个他的家里面 那个时候 斯玛雅呢 不出来 反而说呢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闭 说让尼西米进入到店里面 原因是什么呢 说他这个 斯玛雅说 他听说森巴拉一党的人 想要来杀死尼西米 所以呢 他不敢出来 所以让尼西米呢 进到他的家里面 就是店里面 在那里面 会面 那么他这个轨迹在哪里面呢 就是两点 第一个呢 尼西米他不是祭师 不是祭师 所以他呢 不应该进入到这个店里面 跟他会面 如果进到店里面会面 他就会犯了律法 那么斯玛雅就会 以此为借口 大大的会攻击 和森巴拉一党的人 会攻击这个尼西米 第二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说因为森巴拉要杀尼西米 所以尼西米说 逃到了 他的这个家里面 就是这个店里面 那么就可以给别人一个取笑 尼西米 破坏尼西米领导力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把柄 说尼西米是个胆小鬼 怕死 逃跑 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 道德上的这样的一个损害 那么对于他们的这样的攻击 所以尼西米呢 尼西米呢 完全的看到 看到 所以尼西米呢 就没有进去 没有进去 我们看 三番五次来攻击他 三番八拉一党的人来攻击他 甚至收买了这个祭司来诱惑陷 陷害他 尼西米都没有上 他们的当 尼西米都没有跌倒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警醒 平时他与神的关系 所以十四节你看 我的神啊 多比亚 森巴拉 女仙姿 诺比亚 诺亚 和其余的仙姿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 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其实我们看 从尼西米的第一章 中间的每一个过程和步骤里面 我们看到 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 尼西米有着和神的亲密的 个人的爱的关系 这使尼西米有智慧 这使尼西米有圣灵的能力 与他一起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世上警醒 如何警醒 就是平时与神的关系 为什么做灵修 就是为了建立平时与神 建立这亲密的爱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助于你们和神建立着爱的关系 靠着爱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灵 有一个警醒的生命 有一个警醒的分别力 在这世上 过一个顺从神的话语 每天都能够吃到 得胜的果子的生活 愿主祝福 我们今天领修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尼西米能够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多的诡诈 这么多的攻击 都能够得胜 是因为他的警醒 与你的关系 主啊 求主你 与我们今天领修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和你建立 个人的亲密的爱的关系 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 以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